金華城這個案件 一句話來從說 司法關上了金華城搶龍機的大門 柯P為金華城開了一扇窗 洪正生今天來 他是極力的否認 自己在這個案子當中有出力 照理來講 公斬只要副市長決就好 洪正生說他不敢決 他就給柯文哲決 那不就代表柯文哲 自己決定要把他蓋章決下去 把他公斬嗎 所以阿伯 阿伯勿實阿伯可愛阿伯什麼都不知道 阿伯只會蓋章送龍機 金華城現在呢 所取得的這些龍機獎勵 他所比照的 如果換算這些 他市值啊等等的 可能有好幾百億 那如果是這樣的狀況底下 柯文哲恐怕就是在 圖利特定的廠商 公斬生也被 檢察官這邊也認為說是 這個涉貪污治罪條例裡面的 圖利罪的罪嫌重大 也已經將他限制出境跟出海了 那今天早上他有來到金華城調查小組來做進一步的說明 那是不是可以請阿苗跟大家報告一下 金華城這個案件 如果說我們用一句話來濃縮的話 其實就是司法關上了金華城搶龍機的大門 柯P為金華城開了一扇窗 黃國昌一直說 金華城跟柯文哲有什麼關係 這是都委會通過的龍機獎勵 怎麼可能跟柯文哲有關係 是都委會通過的各位啊 台北市通過金華城送龍機的 都委會主席彭震生 就是柯文哲指派要幫金華城 爭取龍機的PM 柯文哲指派本來應該中立的裁判 去當金華城的總教練 這個厲害了 彭震生今天來 其實呢 他是極力的否認 自己在這個案子當中有出力 這個很好笑 因為柯文哲指派搭湯PM 可是呢 他就說 當時要幫金華城做都市計畫 公開展覽 做公展的那個文 照理來講 公展只要副市長決就好 彭震生說 他不敢決 因為呢 因為 那個公文上面有寫一個所謂 准用龍機獎勵 他害怕 他怪怪的 因為金華城就不是都更案啊 對 你就不是都更 你怎麼可以准用都更的龍獎 對 於是 他說 他就不敢決這個 他就給柯文哲決 哦 哈哈哈 那他沒有 他也沒有提醒柯文哲 沒錯 我問他說 你有沒有跟柯市長 講說你不敢決的原因 他說我沒有講 那不就代表柯文哲他是憑著自己的意志 自己看了公文之後 自己決定要把他蓋章絕下去 把他公展嗎 哇 台北市從來沒有這種私人財團提都市計畫 然後政府把他公告展覽出去 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 接下來柯文哲就必須要去跟檢調來解釋 為什麼 他會同意這個所謂准用都更龍獎 那這樣是不是他悟姓彭震生 誒 可是彭震生 悟姓 阿伯悟食 他今天唯一承認 他有跟柯文哲討論這個案子是 他說柯文哲 在這一切的開窗行動發生之前 是 柯文哲有問過他說 關於金華城的允建樓地板面積是怎麼回事 對 那彭震生他當時說 他說他回答柯文哲是 那就按照行政訴訟的結果 但真正的結果是行政訴訟台北市政府贏了 但是龍姬卻送給金華城了 那在這一整個局裡面你就會發現奇怪了 所有人都把責任推到都委會 黃國昌幫柯文哲把責任推都委會 彭震生也把責任推都委會 所有人都推都委會 但是 但是 都委會的主席彭震生就是柯文哲指派的金華城 曾許隆基的PM 這一點是 現在客觀的事實 大家都不否認 而且彭震生今天我問他這件事情 我問他說 你不覺得柯市長叫你當PM很奇怪嗎 你是 都委會的主席耶 對 結果彭震生說 我也覺得不合理 然後他也沒有跟柯文哲講說這樣不太好 他也沒講 我問他說那你有沒有跟柯市長講過說你覺得這不合理 他說 我就是無作為 這個容積率從392到560 560再到840 竟然是自然而然沒有任何人推動 他自己會發生 很威力 那我們台北市250萬市民60萬戶為老建築 是在委屈什麼 這麼好康的事情 為什麼就輪不到一般百姓 對啊 對不對 對 阿伯務實阿伯可愛 阿伯什麼都不知道 阿伯只會蓋上送榮基